大家好,我是双双 前一阵和大家分享了我在后院建训练墙的过程 墙建好了以后呢,我差不多每天都在爬 刚开始时候特别弱 一个是因为快一个月没上墙了,每天在家里摊着长肉 第二个是因为这30度的仰角 让原本很简单的动作都变得很难 我在慢慢挫败中也有了不少进步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几个 让我最近收获很多的线 第一条线叫grocery store 是我在盐馆里的好朋友远程帮我订的 这条线我花了四天完成 差不多每一步都是练了很久才能做到 它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动作 说到线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 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开始了第一次的尝试 左手伸出去抓一个crimp 然后到了第一个难点 右手抓pinch之后 左手要去够左边很远的一个点 这时候我觉得那个点遥不可及 然后我想到要右手抓住pinch的同时呢 转动身体 让身体尽量靠近墙 做一个折锡的动作去勾那个点 在这里我发现右手pinch要一次抓到位 在身体转动过程中并不能调整动作 所以转动的时候对两个手的压力都非常大 我想需要先知道抓住那个点的时候 脚在什么位置合适 这样就可以提前把两个脚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再转动 尽量的缩短时间 因为在仰角墙上保持 左手crimp 右手pinch的每一秒都非常难过 就这样我在尝试了几次之后发现 如果我能够把自己转过来 并且调整好身体的位置 理论上是能够抓到的 所以我就记住脚的位置 然后继续反复练习转动的这个动作 同时呢不断适应pinching的手的压力 然后让转动变得越来越顺利 于是终于可以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 第一天收工 第二天我在做这个序列的时候 还是只有一定的几率能成功 然后接下来这一步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把右脚踩高之后 帮助身体往墙上贴 就不会掉 我在反复练习了几次之后就可以成功 然后就到了接下来对我来说最难的一步 可能是我原来很少练习这样的动作 手臂力量又不足 左脚又是个斜面 不是非常好用力蹬腿 所以我决定专门只练习这一个动作 我意识到了在这个动作里 除了手拉和脚蹬 还需要有挺腰的这样一个意识 来把自己顶上去 终于在第二天训练快结束的时候 勉强上了这个动作 第三天我爬了一些别的线 只是尝试了一下这条线的最后一个动作 这里我尝试把自己锁住 去够右上角灰色的点 但是感觉非常难 第四天 定线的朋友提醒我可以试一试Pogo 就是半动态靠荡腿来产生充量把自己优上去 我平时根本不会dino 所以觉得应该很难 在那么高的位置有点危险 但随便睡一下 发现居然可以上去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这条线的每一个动作 我都成功做成过 所以只是要把它们piece together就可以了 于是喜出望外的我决定趁热打铁 看看一口气能不能把这条线完成 线服不会来得那么快 我在做最后一步的时候 就是这个Pogo动作 我在第三下并没有晃腿 这导致我没有抓住最后的耗子吊了下来 那接下来我又尝试了很多很多次 其中吊的地方省略不表 终于在这一次成功的完成了这条线 下面的这条线呢叫X 取名为X是因为避长过人的对比 穿着他X的拖鞋不用热身就完成了 但对我来说还蛮有挑战的 我花了整整一个session 其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想和大家分享 这条线的前几步都还蛮顺利的 只是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直觉是动态去够 但这样身体甩出去了就很难抓稳 后来我发现我是可以静态的把身体拉直 就可以够到 然后有了控制之后再挡过来找焦点 接下来这一步是这条线里的Crux 我在第一次试的时候感觉远的腰不可及 后来我尝试用右手臂锁住去够 这是一个我还不太适应的动作 但最近呢我越来越发现在仰角线上 需要这种lock off的地方非常的多 我在尝试了几次之后发现是有可能的 差不多已经能够僵僵的够到那个点 这里我在想我是否可以右手拉的同时 左手同时往下压 类似于一个mantle的动作 来把自己身体抬高一点 然后这次终于抓到了 完成了这一步之后呢 我就准备把这些动作从头连起来 但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的几步坐过来 到了这一步对体力的消耗太大了 我已经会很累 所以我听了Dave的建议继续串整个动作 我在同样的地方掉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决定去休息了一段时间 一个小时以后再回到这个problem 发现居然可以顺利的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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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条线是一条我还正在攻克的线 这条线的特点是最开始有一个棋手点很低的sit start 然后过后一个非常难够到的点 因为两个棋手点太低了 我在最开始根本就起不来 kickboard上的点都是可以随便踩的 所以我就在不断的变换脚的位置 寻找可以让自己屁股离地的姿势 我最先想到的几种姿势都不成功 我在偶然间尝试到把两只脚插得很开 居然可以保持几秒钟在墙上 所以我就沿着这个思路又设了几次 居然成功了 很棒 我烦然说 你过不认为自己的体力 没怎么能够练习 这样的可以令人的身边 我确定要把你体肯定有很大的 刷过了前半部分我很开心 但没想到这条线的后半部分才是大魔王 这一步非常的远 远到我最开始试的时候觉得不太可能 主要的原因是左手是一个pinch 所以我在抓pinch的时候并不能把自己拉起来 就这样我试了很多次 但并没有什么起色 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因为这条线对我来说实在遥不可及 我们就做了一个小改变 就是把左手那个手点转了90度 这样就从一个pinch变成了一个介于crimp和jug之间的点 别看这个改变很小 它马上让这一步变得简单了很多 我从完全拉不起来够不到 觉得现在可以把自己拉起来了一些 并且手已经快接近到那个点了 我试了几个不同的姿势之后 发现把左脚放在比较高的那个点上 这样正面的往上跳是一个对我来说最有戏的姿势 所以我接下来呢就确定好了这个动作 不断的尝试 在差不多跳了十几二十次的时候 这一幕终于发生了 这个点应该是这条线的cracks 抓住以后接下来的几步就没有那么难了 我由于根本没想过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点手忙脚乱 在能够成功完成那一步之后呢 下面就是把所有步骤串起来 从头开始 这时候我发现我前面的动作能够比较稳定的完成 但每次到了我刚才练的那一步的时候 就还是会掉下来 因为前期已经消耗了一定的体力 所以这条线呢 我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成功完成 不过我相信 在接下来的几天一定就会send 总之呢 现在强健好有两个星期了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我原来在眼管里其实根本没怎么用过 moonboard之类的系统版训练 也很少会push自己爬比较难的overhang的路线 这段时间呢 让我有机会找到了很多自己的弱点 并且一点一点的提高 而且不像在眼管里 我有很多机会看别人的beta 在这里呢 很多动作是我一点一点自己琢磨出来的 所以每一次能够成功的构到一个新的点 都会很开心 觉得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 大家如果还喜欢看类似的内容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我会一直记录接下来的爬墙进步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